欢迎收看建筑300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尊是一种我们中国古人用来成久的一种容器 比如说从小呢我们就知道的四阳方尊 而今天呢北京的最高楼将以尊的形式出现 号称是中国尊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尊的故事 中国尊呢现在已经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虽然还是个半成品 但是因为太高了528米 比第二名国贸三七整整高出198米 所以还没盖完就已经把其他高楼踩在脚下 这个建筑呢是由中信集团开发 计划投资240个亿 未来作为中信的总部所在地 中国尊项目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全北京的关注 主要的原因不仅因为这是北京最高建筑 位于CBD的核心区 而且呢当年中国尊的土地拍卖也很不同寻常 当年的拍地和以往不同 当时呢连同中国尊地块一共12块地 也是北京CBD核心区最后12块保地一起拍 而且竞拍的开发商必须要求你是先做规划方案 才能参与拍地 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因此当时首先进行的是规划竞标 结果呢最后是有61家开发商 带了280多个规划方案一起来竞标 号称是史上最庞大的土地竞标 后来有人粗算了一下 这次方案投标的成本可能就在2亿左右 那是相当的惊人 竞标的结果呢是当时中信率领的设计团队 被评为了第一名 这个团队是谁呢 包括了北京院 还有英国的TFP建筑设计公司 就是特日法雷尔 美国的KPF 还有永远离不开的奥亚纳 这么一大堆牛气的设计公司 在当时的方案中就首次提出了中国尊的概念 当时的设计高度为468米 据说当时就获得了专家的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要不怎么是第一名呢 在后来的土地拍卖当中 中信也是非常的幸运 最后他是拿到了四块地 成为了这次拍卖的最大赢家 我们要知道 那十几块地有多少家开发商来拍啊 他一家就拿到了四块 当然有些是跟别家合拍的 但当时中信由于在另一块地的拍卖当中 他的竞价方案竟然和土地的底价一分不差 因而受到了当时潘石屹等人的强烈质疑 老潘把这块地称为神仙地 后来这块地据说是又收回去了 因为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在中国尊的土地竞拍当中呢 中信又以63亿拍到这块地 用地面积是一万多平米 大概一亩地3.7个亿是当时北京的一个新帝王 其实当时12块地原本规划的限高是400米 后来呢 开发商和政府沟通之后 就都开始不同程度的去涨个 其中呢 中国尊超过了500米 而其他的地块呢 也都涨了100米左右 而且据说呢 CBD核心区域 未来计划要建19栋墨田楼 总建筑面积将达到410万平米 相信到不远的将来 北京人也可以感受感受魔都的风采 说到这儿 肯定很多人已经开始想 这个小小的区域 建设这么多的写字楼 高层 交通上这不是作死吗 于是规划上就考虑了地下通道 要将这些地块的地下交通 全部联系起来 和朝阳期原来就有的地下隧道联通 这样的话呢 车辆就可以很早地下到地下 可以缓解地面的交通 不过说实话 这个思路啊 我觉得那是想的很好 但其实实现起来 将来可能会有很多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咱们中国人是非常不愿意下地库的 其次就算是下去了 我想想 以前堵在地面上的时候呢 还不错 堵车的时候 看看路边的美女啊 风景什么的 现在可好了 你要是在地下给堵上了 你堵的时候 除了前车那个屁股 再就是黑曲曲的隧道 你什么你也看不到 不知道赌时间长了 人会不会精神崩溃 不管将来如何 反正中国尊是确定了 这栋建筑的主体功能 原来的规划 要建北京首家七星期酒店 还有办公和商业 但从后来的资料里看 应该是只保留了办公的功能 酒店的功能好像是被取消了 而这个建筑在立面设计上 号称是有几大看点 一个是这个尊的造型 整个是这样一个造型 被专家们认为是非常的庄重尊贵 从上到下简洁大气 非常符合帝都的气质 一个是它的建筑屋顶的处理 是采用孔明灯的造型特点 相信夜晚看上去应该还是不错的 而建筑的基座入口 就采用了中式的那种城门入口的一种方式 充分表现了民族的一个特色 另外呢就是外立面玻璃幕墙上的那些纹理 自上而下的那种菱形的机理 据说呢是源于中国的传统器皿 竹器 总之呢中国尊的造型设计 基本上就是你去看评论 没听到什么太多不好的评论 似乎是真正做到了雅俗贡赏老幼结义 而在平面上呢 这个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内部几乎是一个无柱空间 它是在四个角上设置了四个巨型柱 其实这个跟环球是很像的 它不找的KPF来做咨询吗 来进行结构支撑 因此建筑内部呢没有明显的柱子 这个在首层的空间当中呢表现很突出 就是整个大唐是一个无柱空间 但是那个首层的平面啊 说实话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它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九宫格的那种对称方式进行布置 一个十字形的轴线贯穿了建筑 我估计要是哪个风水先生看到了 肯定要大批特批 因为这个一层太通透了 这分明就是一个散材的一个平面布局 中国尊的设计呢还采用了现在比较先进的beam系统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简单理解就是用三维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据说呢可以节约大量的建筑成本 但是最为关键的是 帝都第一高楼虽然不是世界第一高楼 这个500多米在世界上算不上什么 但却是在八度抗震设防等级区域的世界最高建筑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只算抗震要求比较高的地区 中国尊高度世界第一 其他那些比他高的建的地区的地震的抗震的 要求都没有北京高 不过说实话 我其实很不理解中国尊为什么要建到500多米 他不仅不是中国第一高 而且也比北京第二高高出了100多米 完全是一副鹤立鸡群的感觉 而且中国尊的造型确实是稳重 稳重不假 大家都认为很稳重 但是难道没有人觉得他其实也有点太中庸了吗 似乎是有一点其貌不扬 方形的四角还处理成了圆形 好像是在反映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圆滑杵是八面玲珑 这是一个不会让人烦 但也说不上有多喜爱的建筑 因为你实在说不出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精彩 也许这个建筑的高度就是它的一切吧